各位 今天是5月7日星期二 凡星期二都會有一個嚴正聲明 提醒大家不要被網上的騙子騙了 好不好 要留意這件事了 有懷疑的話請大家一百二二二 我們看看今天由於有整固的關係 大市長要橫行整固 因此只有一半的板塊上升 上升最多的5個板塊就是一般金石、礦石、煤體、半導體、黃金、桂金、交通設施 我們逐個方面來看看它一件事 金屬和礦術就是第一 除了中國黃金價貴一些之外 其他的時之中都是很小的股票 所以升幅大動了它 所以變成這個其實不是一個整體板塊確實上升的憑證 而媒體方面也是一樣的小的股票 不是每個媒體的板塊一定很好 接著有半導體 半導體就很不同了 半導體就是基本上有些大牛龜的股票 這些都是有得到一個好的升幅 當然有些小的另計 接著有黃金和貴金屬 這幾段時間都是黃金和貴金屬比較升幅 較多是實在的升幅 交通設施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這個反映了中國的經濟比較好一些 所以運輸用多了 所以交通方面用多了 我們來看看個別的股票 那些大牛龜 即是AMT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跌下來 最主要是因為人家有調整 都會離開這麼多 接著我們來看看旗子 其他方面 升穿了保利加通道的頂部之後 就繼續有整固 這個整固都可以的 只要今天的成交不要再多 這樣就好了 即是有整固而成交不太多 這樣就代表這個整固比較穩固 那我個人以前 如果這個節目的朋友都知道了 我好早都預期 已經會升到183或185 那暫時就到了 到了之後就有整固 那應該就在這裡 最不好的就下回到180左右 不過如果應該來說 120是應該可以守得到的 那最不好就下回到180左右 如果下回到180 那就真的要大家認真留意留意留意 好了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可以留意一隻中國森田森花肥